嗨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IU廚房 小編在這邊要跟大家介紹是如何將隔夜的吐司變好吃 今天要介紹的也就是法式吐司 相信吐司是常常出現在大家餐桌上的一個主角 那有時候吐司買太多在家吃不晚怎麼辦 大家通常都會選擇幫將吐司冰到冰箱裡面去 那冰到冰箱裡面去的下場就會變成又乾又難下咽 所以這個時候千萬不要把薯汁丟掉 我們可以把吐司拿來做成好吃的法式吐司 又是一個口味不一樣的料理 好 那這邊要準備的材料有蛋 牛奶 奶油 還有感染油 然後看看家裡有像煉乳或是蜂蜜這一些 還有起司片 也都可以拿來做搭配 那這次小編還有削了一些水果 讓早餐吃的豐富又營養 那我們就來調蛋液 一顆蛋呢 配50cc的牛奶 這是小編剛剛調好的蛋液 然後要充分的將它打入 那若是說想要在這個蛋液就是 我今天不想加任何佐料 但是我想要味道嚐起來有不一樣的話 沒有關係 我們在這個蛋液裡面可以加一點糖 但是一定要讓糖融化喔 然後把它倒到你想要放的容器裡面 好 然後再把吐司放下去壓一壓 讓它吸收這個蛋液 這三片呢 就是小編剛剛已經泡好蛋液的 我們這次就來煎一下 那今天要用的鍋子呢 是絲肯的鍋子 我們先這個鍋 我們在煎法式吐司的時候 要千萬注意的就是 它比較容易 如果是開大火的話 比較容易燒焦 還有我們使用的油 也容易讓我們的吐司燒焦 所以呢 小編這邊建議 除了用奶油之外 還可以再搭配橄欖油 一半奶油 一半橄欖油 然後還有鑄鐵鍋的火 不要開太大 這樣就不會造成吐司有燒焦的樣子出現 你先煎一片 看到嗎 這是奶油 這是新盤子喔 它的名字就叫我的菜 還蠻可愛的耶 我們把沾好蛋液的吐司 先放一片下去煎 因為使用的是鑄鐵鍋 所以不用開太大火 就可以讓它受熱均勻 其實早餐吃早餐很重要 除了我們在把這個吐司做變化的時候 在這個我們也可以做一些白煮蛋 然後讓早餐搭配起來口味 口感非常多 種類眾多 然後可以吃的營養很又健康 好 你看它已經有出現它的紋路出來了 看不清楚 這樣子煎出來有點 好 我們換另外一面 好 我們換另外一面 好 那除了像小朋友只有準備煉乳 那因為像家裡比如說有蜂蜜 或是蜂糖的話 這也是可以準備的 因為像有時候 比如說小朋友年紀太小的話 就不能加蜂蜜 或是不能加太甜的煉乳 其實煉乳呢 自己也可以在家做 小兵有空的時候 再教大家怎麼做煉 看 這個呢就是一半奶油 一半橄欖油下去煎的紋路 是不是很漂亮啊 然後拿起來之後呢 我們可以 準備點糖粉 然後加一片起司片 然後加一片起司片 好喔 然後再加一點水果 其實水果這個沒有硬性要什麼水果跟什麼水果 只要是當季的水果都可以 因為吃當季的是最好的 或是加上自己喜歡吃的水果 這樣就可以 好 你看 然後再淋上 麵 然後再吃 吃 看 是不是 白隔夜的 大家都不想吃那個吐司 變成這麼美味 這麼好吃 好 我們今天安藥廚房就到這邊喔 歡迎 下次大家再來一起跟我們一起做菜 掰掰 掰掰